大威德天天晨报 2023年9月24号周日 长春藤100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规划助力孩子晋级 从小行星班努采回的古老太阳系岩石样品 今天将回到地球 加拿大也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 2018年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发射一个航天器去小行星采样 其中就搭载着加拿大开发的激光高度测量仪器 之后经过两年对班努数十亿次的精确的测量 绘制出宇宙中最精确天体表面高度地形图 根据这份地图 在2020年航天器短暂降落小行星表面 挖掘了大约250克的石块和尘土样本 随后于2021年返回地球 加拿大的科研团队称 就像在45亿年前太阳系形成时的佐料大碗里 取一点糖粒一点面粉 如果幸运还能带回一块巧克力片 预计在有岩石和太空尘埃的小太空舱 将于今天降落在美国犹他州的沙漠里 这些样本材料将回答有关太阳系起源的一些基本问题 温哥华都会区的无车日活动 今天将在温哥华市当趟西头画上句号 从中午到晚上七点 丹门街将变成音乐美食和行人的海洋 2008年以来 温哥华无车文化开始兴起 一些主要城市的街道在夏天被封闭 只允许行人和自行车使用 让人们充分享受那些没有汽车日子的美好时光 今年的无车日活动 提倡包容性和多样性 让社区更健康 更有活力 温哥华市 宿里市 新西敏市 北温市等都参加了今年的活动 据澎湃新闻报道 美国驻加拿大大使在9月24日证实 五眼联盟共享了情报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获得通知 印度特工可能参与了对一名加拿大西克教徒领袖的刺杀 长春藤100教育 专业SAT培训 美国名校全程规划 助理您的孩子步入顶级名校 大威德天天晨报 由大威德登山队社团 和德国PM全校营养素Niki团队 特别支持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